救命啊,快饿死了 回冲村里的居民对着窗大叫 政府派小叉饿死他们 好惨啊,真是离谱啊,这些什么政府来的 又有人说政府严重禁锢他们 困了整村人在这里,你叫林郑过来 里面还有位叫余小姐的人 诶,听记者说,WhatsApp就说 菜都没有调,一盒烧腩仔饭和咸蛋 真的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叫我现在吃三餐,我都会觉得好吃 你们平时都要用自己钱去买饭买菜 自己煮或出街吃 有人送上来,还要给一些物资 你们可以用几个月的 Johnson's Baby的沐浴露 手脏,洗头水,洗液症,整条厕齿 这些是多少钱 如果你们一家多厚 通常都有父母,母,子女 可能三分三两个,整个盼人 你们这几天省多少钱呢 还在这里愿,又说政府弄死你们 禁锢你们,by the way 说这句禁锢呢 有一个姓河的人说过 就说政府禁锢他,禁锢他 律师最喜欢说这些 说完之后觉得自己不用负责 因为我是律师,没有人想得罪我 看这些人走花市 因为没有花市,就去花虚 其实也变了另一个花市 不怕,不怕 其实我可以在远距离 在外围看到,看到目标才走进去 因为意图的,对到这样的程度 迫爆了 其实香港人真的不怕有疫症 你们怎会怕呢 政府怕你都没怕 最好就惹了他,惹了这个病 可以不用上班 顺便可以叫政府出个秘密之理之外 赔回那些薪金给你 为什么不赔回那些薪金给你 搞我没有工开,老实也叫我上班 你信不信你住了一个逆客 住葵冲这些什么,逆葵楼 人家里老板叫你上班 别在那里吹嘴,不抹嘴 跟那些记者说的大大声 很惨,很惨 有观众说得很对 他说住工那帮人最致寸 以为香港政府前世欠了他们 穷人扮大爷,没错 其实那种重点就是 住工屋已经是拿着政府着素的了 你已经不是给一个市价的钱 去住一间这样的房子了 不过这些人贪得无厌 都是人性,犯贬 这一段时间我乘过的士的人跟我说 那些的士佬现在是超级好礼貌 很感恩,觉得过了百元 张之旗,觉得很难得 因为开整天工都没有多少钱 所以人呢,其实无论任何人 我都觉得是养不熟的 也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就让现在人们开始去抢超市的粮油 米,即食面,还有厕纸 观众已经说了 超市没有米和即食面 这是昨天的留言 但是罐头和饼中的急凍肉 都还有公益 也有一些新闻开始说 叫一些人说 如果你想团货的话 就买一些可以放的 蔬菜,例如娃娃菜 就不要买急凍整只鸡 因为你的骨骨 性价比较低 你就买一些急凍鸡扒 急凍鸡翼 急凍猪扒 这样放在家裡 那其实又开始再团货了 即是意味着 如果你们家里现在没有刺刺 或者不知用什么来品试 或者你们现在没有米吃了 很害怕的,很紧张的 那就记得去买 你只顾去冲超市一份 因为现在的而且超市 那些米 买得比较好的米 是已经无货的 多得一些人 觉得很紧张 真的要立刻团货 但是你天天走出花市 天天走商场 有人跟我说 在那些大商场里 看到有些座椅 也不是什么剪纳 什么玩具 什么都不是的 看到有十几个小孩 可能五六岁 六七岁 在座椅上爬来爬去 那些父母不知去哪里 可能在附近买东西 吃东西 看到那里有一堆小孩 就把自己的小孩放进去 那里玩 那些小孩没错 他们又戴口罩 但是都是这样爬来爬去 那些手周围不好 那些父母是没有这个意识 放在商场已经不维生自己 但那些孩子在商场 我觉得不一样必须的东西 还放在一个地方 是没有王冠 只不过你看到那里有一堆小孩 就把自己的小孩放进去 那个画面 我想也挺夸张的 我就问我这个朋友 究竟 是不是搞了什么展览 是不是有些小孩玩的东西 那些家长放在那里 是连父母也看不到的 我觉得现在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会觉得 那些妈妈都没有了 没有了些私人时间 没有了些私人时间 不是连自己出去扮 但你一想也不行 那放在那些小孩在这些地方 而且他们是不会理 那些小孩感染的风险的 其实一窥楼 有个女婴 是不是可以叫女婴呢 2岁 那小孩 应该说小童 有童 那她感染了 其实她妈妈也是天天 把她到处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又去清衣 又去葵葱 其实有这么小的小孩 他们还没要上学 其实最应该是在家里面 应该是陪她玩 密集式地玩 你一个清职的妈妈 不是把她带她到处去 那里去 丢给这个臭 丢给那个臭 没有人臭 放在商场里 见到几个小孩 就叫你站着等妈妈一会 我去买衣 去买东西 这些情节 其实都挺像前 六七十年代的人 但是以前真的穷 以前真的缺乏 以前没有太多资讯 人没有太多知识 没有回学 这种不遏过 叫早前一的山区 你不能这样比较 我们城市人的生活 但是现在香港的人 是出于自私 你看这些巨婴 其实也是 有观众留言 自己的亲戚 其实家里有两个小孩 已经回学 因为有两个工人 然后妈妈也在那里 照顾 只有老公出去 赚钱 应该 但是你可以这样的配搭 家里只有三个房 但是一群人 自己什么都不做 出去饮饮饮饮饮 其实这些母亲是多的事 香港叫这个巨婴世界 巨婴培训集中地 真的十分之贴切 无论男女 大哥都是为自己 什么都赖人 赖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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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赖到其他人 总之什么都不关自己的事 政府抗疫不利 安排太差 一祸抱不知 所谓好散好乱 说不到重点 一味就是靠乃 合化 但是没有赖 为什么可以没有赖 为什么这个说话 会在你的口里出的呢 为什么你每天走商场 每天到处走 走花市 逼得爆了 花市 根本上已经不可能 逼得这样 你们知道会几秒 十秒 百秒会传染 但是你们不怕走花市 带着小孩 没有人去 丢在商场某个位置 看到几个小孩 丢下来 这些行为 其实去到四五十岁 都是不会变的 我都说以前有个同事 大老大鼓周围跟人说 自己很幸福 跟父母住 明明知道温都签 继续住公屋 跟着 还要说我两年都没有换过厕所 竟然每次 觉得是一种光荣 没有工人当然会死 但是没有人照顾 就死得快一点 因为自己不懂照顾自己 香港人这种生物 我真的很想 很期待 是会被大陆取代 你们整个大陆沟淡香港的人 我但愿你被人沟淡 但愿你可以被同化 假设你没办法被偷淡 或者没办法被同化 你便会被淘汰的族群 你怎么会被淘汰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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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你怎么会被淘汰